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不甘心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对华打压政策 就是美国政客试图维持美国一强独霸局面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实行这些对华打压政策 并不是特朗普一个人或者是某一屑政客的主义 而是美国两党上下一致的意见 是美国政界的主流共识 这些人对失去超级大国 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地位 是非常的不爽啊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美国也有一些学者对于美国霸权地位的终结 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院的教授 马克·卡茨 最近在国家利益网站上撞文 就美国霸权终结的标志 和未来世界的两极格局进行了探讨 马克·卡茨认为 以搜美对抗为主导的两极冷战时代的结束的时候 国际上形成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事件 然而从21世纪初开始 美国作为单极国家的能力就受到了挑战 有五大事件标志着美国霸权的衰落 一、美国无法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的 长期的军事干预中获得完全的胜利 二、美国对俄罗斯2008年从格洛基亚和2014年 从乌克兰夺取临头的行为 无法有效应对 三、美国在叙利亚、利比亚和野门 正在进行的冲突之中 在2011年之后 就将主动权让给了其他的外部大国 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 第四、美国无力阻止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崛起 无法阻止中国维护对南海和东海的海洋主权 无法阻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 增加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第五、美国与许多的对手和解的场势遭到失败 尤其是特朗普试图与朝鲜 甚至伊朗的和解的努力更是惨败 除了这些事件 到了2021年又有几件大事发生 美国劝阻盟友国家与对手合作的努力 也遭到了失败 这主要是指美国在G7峰会和北约峰会上 试图拉拢盟友构建访华联盟 但是欧盟与北约的主要国家都表示不愿意以中国为敌 希望继续与中国对话和发展经贸关系 另一件事就是美国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 并宣布美军将在2021年底前 接触其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这些都是美国主导的单级事件正在崩溃的最新迹象 对于世界局势未来的走向 这个马克卡茨教授表示 美国最担心的是 虽然中国也呼吁建立一个多级事件 以取代美国为主导的单级事件 但中国日益表达的未来的愿景 似乎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事件 这就完全是美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贯坚持平等对待一切国家 不干涉他国内政 在处理一切国际事务的时候 都寻求双赢或者是多赢的方案 这样的原则必然会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 如果美国把这种现象称为以中国为中心 这只能说明霸权主义的思想 是深入到美国政客的骨髓里去了 永远也给不了的了 所有国家都能看见 美国的军事基地是遍布前球 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动不动 就在别的国家的门口自由航行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收割前世界的经济成果 美国叫嚣着民主自由 在许多国家发动颜色革命 美国在利用所有的优势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这样的单级事件 全世界都受够了 美国霸权的终结 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吗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